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察广东时强调 我们要搞共同富裕 先富带后富 把后富的往前推一把 钱赚的再多 不讲精神文明不行 我们的乡风民族要文明 生态和经济要和谐 个体现代化 村里脏乱差不行 乡村振兴 要和这些国之大者结合起来 近年来 上头通过持续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城乡面貌焕染一新 城市管理日增完善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让我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 要培育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让文明之花在村社区落地生根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近年来 全国文明村朝南区大宅村 建广场 扩村道 改厕所 种花木 修学校 村荣村茂不断变量 相风文明程度也水涨船高 村里热爱朝月的老人 还组成大宅门取义社 经常为村民表演朝月节目 让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村民生活 获得广东省民间朝月大赛 咸思组银奖 大宅村还把民主法制融入乡村治理 激活乡村治理的法制细胞 让法制观念立起来 近日获得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称号 同时升级改造党群服务中心 推动志愿服务文明风尚 蔚然成风 到处可以看到这些景观小品 然后可以带小儿出来玩 可以顺便交给孩子 一些法制的宣传活动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 对行政生活环境 和京城文明的重视 让我们深受鼓舞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们将继续提升向有场广设置 给村民们创造更多的休闲活动设施 不断地提高村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说 钱赚得再多 不讲精神文明不行 我们的乡封民俗要文明 乡村振兴要和这些国制大者结合起来 我们将继续创新宣传方式 丰富活动内容 满足群众文明精神需求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提升群众文明数据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在龙湖区妈语社区 妈语兰是集党群服务 参观阅读 旅游度假等为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空间 是岛上的网红打卡点 就是这样子的建筑嘛 然后就比较符合当代人的那个审美咯 我就会想来打卡嘛 然而 这处打卡点 原来却是社区集体资产中 移动荒废多年的建筑物 近年来 妈语社区 着力打好文旅融合组合权 着力增强村集体经济造学功能 为盘活这处集体资产 经多方协调 再通过社区4亿两公开 按三资平台要求 举牌竞价交易 最终使妈语兰成功改造升级 建成运营 妈语兰每周一向市民免费开放 作为潮上文化与海岛的衔接 我们除了通过书店做载体 打造文化含标IP 通过文化赋能商业 带动妈语社区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要和谐共进 社区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实施岛内量化工程 环路渔民 避风塘清淤及防护堤修复提升 既解决渔民的后顾之忧 也成为市民游客观赏 和拍摄日落的网红打卡点 随着妈语生态环境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旅游和服务产业也被带望 经营者信心十足 妈语岛这几年的发展 带给了我们一个创业的机会 作为经营者的话 我就秉承着诚信经营的 让大家来了妈语岛之后 还想会再来 目前 妈语辖区已有三家公司实现各转企 还储备了一批四上培育种子企业 助力龙腾街道 经济实现量质双提升 2022年和2023年一季度 街道线上助餐业的营业额 分别同比增长56%和2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和经济要和谐 龙腾街道将继续在保证 生态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 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 凝聚起抓发展 就是抓振兴的强大合力 4月27号 世人大成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向天保 主持召开成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3月30号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 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的意见 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 关于学习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 以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 广东省2023年 立法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结合工作实际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的工作安排 把主题教育 这项政治任务 抓实抓好 要坚持 以学助魂 以学增制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 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 加强对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 把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 检视整改 建章立志 一体推进 推动人大工作 创新发展 会议强调 要深注学习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第二卷 坚持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 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坚定理想的强大力量 坚定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自信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全过程 人民民主 贯穿 人大工作始终 会议还听取 世人大常委会 调研考察组 关于赴杭州 绍兴 明波三世 学习考察 数字经济 法治建设的调研报告 研究了其他事项 4月26号下午 由汕头市政协发起 汕头潮州 济阳三世政协 共同组织的 越东城基铁路 建设情况 首场专题视察活动 在我市举行 汕头市政协主席 邱以辉 汕头市委常委 副市长林锐武 汕头市政协副主席 马清亮 潮州市政协副主席 雷伟平 吉阳市政协副主席 陈其春 和三市政协委员代表 参加相关活动 视察组一行 先后到城海区 龙湖区 视察施工中的 塔山特大桥 塔山隧道 和龙湖附中站 并召开现场座谈会 围照越东城 级铁路项目建设进展 对项目规划 工程推进 征地拆迁 三电管线迁盖 山头段 TOD工作开展等内容 进行调研 参与活动的 三市政协委员 在座谈时热烈发言 围照充分发挥政协作用 进一步加强地区协作 在更高层次 更大力度上 推进越东区域 协同发展 和交通网络建设 提出意见建议 视察组指出 善巢街三市政协 联合视察的活动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大举措 山头潮州 激昂三市地域相连 人缘相亲 文化相通 经济相容 越东乘机铁路建设 是促进越东地区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对加快构建 广东一和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将为一千多万潮汕人民出行 带来极大的便利 是真正的民生工程 民心所向 视察组认为 越东乘机铁路项目 关乎汕头潮州 激昂三市的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是提升区域和城市形象 品位和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基础 项目要对标先进经验 积极探索出 越东乘机铁路TOD开发模式 要牢固数率责任一时和大局一时 制定有效可行的方案 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争地拆迁 管线迁移 质量技术等困难和问题 要强化项目监督管理 在按量保质的前提下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通过现场的视察 我们直观地感受到 做共赢的极面 下来我们将会同参见单位 加大资源投入 加强安全质量管控 全力以赴推进 越东乘机项目建设 我们将继续发扬 求真务实的作风 和实干担当的精神 加快站点建设 力争邓钩机 年底下井组装 五一假期将至 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山头整合多方资源 精心策划推出 丰富多彩的 五一文化文艺活动 让市民游客感受 潮汕文化魅力和城市火力 这个五一假期 在小公园开布区 可以一站式体验 吃喝玩乐购 寻机暴风 红色之旅解谜打卡活动 正在进行时 29号晚上 在小公园中山纪念亭 可以欣赏到 潮剧名家的演出 而在不远处的 老妈公戏台 假期期间 每天晚上 八点到九点 好戏连台 郑邦美食街 和郑邦美食节 也已经做足了 迎客的准备 美食守信 应有尽有 五一期间 潮汕英歌舞 将再现 飞翼魅力 5月1号下午 潮汽山头 舞动英歌 2023潮汕英歌舞 展演活动 将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英歌广场举行 街阳汕尾及我市 豪江区 潮阳区 潮南区 京平区 潮汕文化艺术学校 十支队伍 近一千人 参加演出 集中展示 潮汕英歌舞 独特魅力 这场英歌展演 就是我们潮汕上帝 去有史以来 历史是最大的一场 我们组织了50个队员 来参加 就是我们就要双休日 还有晚上 我们都加强了训练 希望我们在支持 英歌展演的时候 能够把我们的特色 亮点展示出来 5月2号晚上 马雨兰文旅空间 将举行 我爱民谣音乐会 让市民游客 感受面朝大海 民谣营兆的惬意 4月29号到5月1号 相约桥乡 汕头市近五一 民俗文艺展演活动 将在岭南第一桥宅 陈慈红故居举行 我们这一次 请到了三支专业队伍 然后呢 他们会为大家呈现 这个麒麟舞 龙舞 狮舞 还有这个双咬鹅 和布马舞 当然了 要搭配这些动物舞蹈 少不了我们 这个气势非凡的 朝山大锣鼓 此外呢 我还觉得我们的 乔批文化展览 特别值得一看 5月1号下午 2023年 盛世国粤征运天下 大型古增文化推广 公益活动 将在豪江区 潮汕文化公园举行 进一步推广古增文化 增添节目文化氛围 我们这次的规模 有260人 都来自于新加坡 广州 深圳 还有潮汕地区 我们主要是爱好者 为参与 所以这次也是结合了 我们这个潮汕风的文化 这个主题公园 所以整体的跟我们的整个传统文化搭配起来 整个场景会比较有参与度和比较可抗性 4月30号到5月2号 渗头市东海岸风筝嘉年华将在东海岸公园举行 大型风筝随风摆动 与云共舞的美景 让市民游客充满期待 此外 五一期间 我是还将有多长以五一劳动节 五四青年节为主题的文艺演出精彩上演 面对旅游高峰 我是各区县各有关部门 未雨重谋 制定交通疏导预案 增设停车博位 开行旅游专线 加强旅游市场秩序执法检查 全力提升市民游客的旅游体验 为缓解小公园片区停车难问题 我是在西滴路和正邦路交界处的西北侧 规划设置西滴停车场 可容纳小汽车约800辆 大巴车公交车80辆 以及摩托车200辆 加上原有的南越 升平和同平停车场 目前小公园片区共有四个停车场 可容纳车辆1200多部 今年新增了小公园西滴停车场 五一期间 我们将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加强现场的停车管理和卫生保洁 小公园西滴停车场 共设置三个住口 分别位于正邦路 西滴路和吉安街 两个出口则设置在正邦路和安平路 交警部门还制定了一读点一方案 一路段一预案 和一景区一方案 加强假期道路交通管理 五一期间 直轻民警将根据现场情况 对小公园景区 不定时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在人流饱和的情况下 将对外马招商和民族扶贫路口 实行双向管制 车辆一例不能进入 只能供市民游客步行 市交通运输局将于4月29号至5月3号 临时开行小公园旅游公交专线 线路采取单向循环运行模式 每天9点到21点 逢整点半点发班 途经华山中山金环海滨月进 招商外马升平 寒堤月梅迎春等道路 沿途设置时代广场东 石炮台公园 广场轮渡 汕头开步文化馆 铜坪路南 胡文虎大楼 中山公园南 中山公园东等站点 暂定票价为两元 市民游客出行前 可通过汕头公交 车来了APP 或微信小程序 查询线路实时运营信息 以小公园片区作为试点 市运行旅游公交专线 探索公交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每逢节驾至 南澳大桥交通压力助增 五一驾西 交警部门将在南澳大桥 城海侧设置临时停车场 提供1200多个停车位 同时增加景地 加强交通疏导 当驻导车较拥堵时 我们会引导驻导车辆进入停车场 进入停车场的车辆 可以选择排队等候 一次驻导 也可选择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 乘坐公交车驻导 五一驾西 高速公路7座以下车辆 实行免费通行 交警部门提醒 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截至期间 通过各种媒体滚动发布出行指引 和分流造型提示 引导群众合力选择出行路线 作风 刷时出行 昨天下午 是市场监管局开展消费市场执法检查行动 对我市酒楼 大排档 餐饮店 酒店及其厨房环境食材管理等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 提醒经营者守法经营 落实好明码标价 安全卫生等规范管理要求 为消费者提供明白安全 放心卫生的消费环境 检查中 执法人员发现 是去店铺 未标明商品售价 还有一店铺 未及时对上柜销售食品 加盖防尘罩 要求商家立即整改 执法人员还检查 酒店住宿价格是否公事 翻堂餐厅碗筷是否干净卫生 发现酒店宾馆 基本上做到住宿价格 明码标价 针对个别餐饮单位 存在食品安全责任不明确 设备设施不齐全等问题 执法人员及时指出 并敦促落实整改 检查发现 我是网红打卡点餐饮店 基本落实明码标价 卫生管理等措施 我们计算人员也有落实 每一样菜品都要跟客人 介绍清楚 让他们明明白白的消费 还有这些卫生方面 我们也一直在加强 因为我们不能给汕头抹黑 我们要做得更好 为加强消费市场价格监管 市市场监管局 以汇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向全市各旅游服务 餐饮服务 商品经营者发出 关于规范五一期间 旅游市场经营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提醒告诫经营者不得 鸿台勿降 广大消费者在节日期间 如果碰到有消费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的12315平台 进行投诉 我们及时的进行处理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利 作为汕头新进网红打卡点 郑邦美食街以优质服务 展示汕头老字号美食品牌魅力 以及文明诚信的良好形象 4月29号到5月1号上午的 10点到晚上的9点 我是将在郑邦路和商品路 举办美食节 美食街26家餐饮单位 集中承诺 诚信经营明码标价 为汕头旅游形象加分 近日 郑邦美食街26家餐饮单位 集中签订 5月期间诚信经营价格承诺书 承诺节价至不提价 外地本地一个价 做到文明诚信的经营 在承诺这个5月期间 不涨价 剩下一些更多的品种 来到我们那个郑邦街 那个美食街 我们全体的乡户都是那个明码标价 那个经营的 我们一定要做到本地和外地都是一个价 而且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新鲜 一定要新鲜 然后把最好的产品最美的 这些美食呈现给广大的这个游客 从开街到现在 我们都是明码实价 5月期间我们将加强服务 节铺涨价 让消费者开心而来 放心消费 郑邦美食街今年1月 从开街至今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 各餐饮商家 自觉加强价格自律 齐心擦亮美食招牌 通过价格公示明码标价 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 幸而胡 七元 我觉得价钱还是挺好 挺合理的 明码实价 那不会说是偏 然后这个消费者这样子 那我们这买起来的时候 比较放心一点 在春节期间 正班节是零投诉 这个是我们说到做到的事 在五一期间举办的美食节上 40家非一类餐饮商家 和守信商家 将为市民游客提供 丰富的文旅美食体验 五一期间会在这里 举办一个美食节 这里一家一家的 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是会移的 到时候市民可以来 在这里品尝到 山头最正宗的美食 由市委宣传部和 澳飞娱乐联合打造的 动画系列剧 超级飞侠文化中华之 小飞侠看汕头 今天起在各大平台 同步热播 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 飞依文化第一次尝试 与超级飞侠IP融合 也是飞依元素 在数字动画产业的新延伸 系列剧讲述 拟人画飞机 乐迪前往汕头 带领小朋友们 一起体验不同的汕头文化 观众将跟随超级飞侠的脚步 前往美食飘香的驼城 看乐迪帮助小朋友 制作香喷喷的巨型 祝寿红桃果 还有多多 利用被打碎的瓷碗 制作精美的签词 系列剧 分别以功夫茶 牛肉丸 果品 朝阳减纸 四种汕头飞项目为脉络 围照功夫茶之理 汕头超级弹力 牛肉丸 汕头 祝寿红桃果 汕头 糖葱薄饼 和减纸化 四个主题 播出八级动画短片 让观众感受 汕头美食飞移 与风雅民俗的魅力 奥辉娱乐 学原创明星IP 超级灰侠 以小灰侠看上头 动漫系列剂 宣传发行围器机 既究高质量发展 大力宣传汕头球文化 飞移文化 美食文化 城市风光 通过小灰侠看上头 动漫系列剂行设 加大力度保护 宣传汕头 飞移文化 小飞侠看汕头 今天下午五点起 在各大平台 及全国IPTV OTT同步热播 精英卡通频道 4月28号下午 五点开始播出 汕头电视台 5月1号播出 五一期间 市城管局 还将在儿童公园西园 设置一处 卡通造型冲细模组群 其中还包括五只 超级飞侠组合成的 空飘美城 5月1号起 将在汕头电视台 黄金时段播出 同时在汕头儿童公园 进行超级飞侠IP展示 另外 7月暑假期间将推出 超级飞侠首部大电影 敬请关注期待 牛市民政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指导 市婚姻家庭 幸福建设协会主办的 2023年 中国潮汕幸福产业博览会 将于4月29号到5月1号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 展示汕头幸福产业 高质量发展态势 体现文明幸福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会以幸福生活 一站直达为主题 汇聚婚嫁 运英筒 美学家居 汽车新能源等 四大幸福产业链 55品类 100多家头部品牌 将举行 百对新人公益集体婚礼 潮汕喜宴菜品发布 首届月东母婴健康 高质量发展峰会等活动 打造及品牌推广 文化传播 展示交流 消费互动于一体的 综合性幸福家庭建设平台 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 了解市场消费趋势 及时调整我们企业的 创新发展方向 为广大市民展示 近千款的高质量产品 提供一站式幸福生活 多样化的征选平台 展会期间 市民还可参与时尚秀演 大牌新品发布 网红打卡互动等沙龙活动 会有许多与亲子家庭 幸福相关的行业 给人带来快乐和美好的体验 传递幸福生活的理念 让我是幸福产业 大胆亮相 提升人民对于 婚姻家庭幸福产业的 理念和认知 博览会 还将向全国发出 具有汕头特色的潮山声音 扩大汕头幸福产业品牌的影响力 第六届汕头仲裁委员会 换届会议今天召开 副市长黄海出席会议 五年来 汕头仲裁委将调节工作 贯穿于仲裁程序的各阶段 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推动结案适了人和 案件的调节撤回率达48% 没有出现被法院裁定撤销 或不予执行情况 会议强调新一届仲裁委员会 要坚持政治统领 提高履职能力 推动仲裁工作专业化 规范化 国际化 助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要始终把仲裁工作的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为打造法治汕头 平安汕头 贡献仲裁力量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各位观众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